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知道在圣经的很多的教导中 表面上看好像有些教导是有冲突有矛盾的 这就是所谓的二律相悖的真理 从表面上看好像不能和谐 所以我们想一起先来看两段经文 第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保罗讲的一句话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 请 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者信 不在乎遵循律法 就是保罗非常的强调因信称义的道理 但是你会发现雅各在雅各书里面 他第二章专门讲到信心和行为的关系的时候 讲了一段似乎是在讲人要靠行为称义 这一段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陷在坛上 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 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这就因念经上所说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 这样的看来人称义是因的行为 不是单因的信 从表面上来看 保罗和雅各还在对着来说 所以很多不相信圣经没有错误的人 就抓住这一点 说你看 可能啊 保罗当初强调因信强调的太过了 什么都不要管 人也不需要有行为 只要信就行了 雅各就觉得你讲的太过了 所以雅各就揪一下篇 稍微教导平衡一点 甚至有人说你看 旧业讲立法 那主业说来了就专门批评立法 旧业讲宪计 那新业就不讲宪计 类似这样的 他觉得圣经的很多的主题是相互冲突的 如果圣经的主题 圣经的观点是相互冲突的 不管哪一方是对的 总有一方是错的 对吧 那圣经无目就不对了 圣经一定有错误 所以实际呢 这些很多人读圣经没有读明白 没有读懂 实际呢 你像信心和行为这个关系也是一样的 阴性称义和以行为显出义 这是在救恩的道理上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 不可偏颇的 如果直谈阴性称义而不谈人类行为 这个倒是不清楚的 不完全的 所以从表面上可能这两个东西是冲突的 实际是关于神的救恩非常重要的 真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任何一方把它去掉了 它都就不清楚了 所以今天呢 我就是想用 雅各书这一段经文呢 给大家注意的呢 我们来谈一谈 所以圣经中不少二类相悲的真理 它看似彼此矛盾 实则是相互相成的 是同一个真理不能分离 不可偏颇的两个方面 展示了圣经的博大精深 圣经关于行为与信心的关系的教导 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下面我们就来解释一下 来看看雅各书 第二章 从十四节到二十六节 这段经文 我的弟兄们 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呢 这信心能救他吗 若是弟兄或是姊妹 赤身露体 又缺了日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 平平安安的去吧 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 这有什么益处呢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必有人说 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 我便借证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你信神只有一位 你信得不错 鬼魔也信 却是占尽 虚妇的人呢 你愿意知道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把他儿子以撒陷在坛上 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 并行 而且信心因的行为才得成全 这就应念金上所说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 这样看来 人称义是因的行为 不是单因的信 既女拉合接待施者 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 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所以这一段 就是亚伯用了很长一段 来讲信心和行为的关系 实际上他就这次讲的 他重点意思就是说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你说你很有信心 可是一点行为都没表达出来 这个信心一点用都没有 也不是真实的信心 所以他一开始就说 他说我的弟兄们 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呢 这样的信心能救他吗 也就是说 完全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而这不是真实的信心 那这样的信心 也不能够救他们 他就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若是弟兄或者姊妹 赤身怒体 又缺少了日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 平平安安的去吧 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 这有什么艺术呢 我想我们的弟兄姊妹 大会不会走这么极端 你看别人也没衣服穿 吃神怒体的 也没吃的 你说好好好 神祝福你了就走了 很少这样 总是还要帮助一下 但是我常常会发现吗 看见别人有难处 也不真心实意的去帮助他们 好好好 我为你祷告 这为你祷告 就成了我们一个托词了 你说完转身就走了 也许一转身就忘了 有时候可能转身 祷告一次 下次再不祷告了 那就你通过祷告 这弟兄姊妹的难处去掉了没有 都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就说 我为你祷告 就成了一句我们敷衍的一句话 很快就过去了 所以这样 如果真正看到弟兄姊妹有难处 如果我们不伸出援手 这实际不是信心的邪位 这是雅各讲的 当然有时候你会发现 当弟兄姊妹遭到非常大难处的时候 比如得了癌症 重病 或者家里遭遇了非常大的事情 你就是人的语言没法安慰的 有时候我们就不敢去 因为去了不知道该说什么 实际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要去 不知道说什么就别说 这时候确计说这些假大功能话 说一些耸拟的大道理 不要说 做一点实际的事情 你哪怕一句话都别说 你就陪他做 做一点你能说的事 帮他做顿饭 看看孩子 做一点事情 他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弟兄姊妹的爱 这时候在逆境中最需要的是 要听到从神来的声音 往往从弟兄姊妹的爱当中 他能感到神来 所以不会说就别说 切记乱说 你说一些属灵的大道理 谁不懂啊 都懂 我观念这个时候 那大道理有时候不行了 光说就空道理没有 我记得我当时在克里夫安的时候 有一个弟兄 太太还没信住 她是学数学的 脑子特好 可是她嘴特笨 这种人 是纯数学的这种 脑子特别笨 可是就嘴说不上来 所以有时候福西俩一套矛盾 太太就去击他 用话击他 知道他说不出来 一击也说不出来 那怎么办呢 一急 伸手就上去了 就给太太来乱两下子 你说这种事情 在大陆根本就不算什么事 夫妻之前吵吵架 动动手 没什么 没想到太太一下就报警了 这一报警了 她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那警察一看 太太脸上有手指头打的红叶 行了 马上把弟兄给关起来了 呆起来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得去探监了 我从来没进过美国人的监狱 可是我探监没办法呀 就跑到监狱 你看一到铁门又一到铁门 进一到铁门就收身 就比现在这个飞机的安检 气氛完全不一样了 从上到下给你收的刚刚进 然后再开一档门 再进一档门 就这样进去 那开始我也不敢去 你说去了跟人说什么呀 你也没住过监狱 对不对 你要不要说了半天话 你也不知道安慰别人什么 那后来我就知道还是要去看他 所以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我就看他一次 给他送一点东西 送一点属灵的书籍 有时候能说就说两句 没说就不说 因为那时候你没法说 你随便说 有时候你说不到点子上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别的弟兄姊妹碰到很大的难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做我们来做的 所以我看了一篇文章说 说她的丈夫过世 过世以后呢 这个她就哭 当然哭 结果教会一个长老去了 你先生上天堂 你还哭什么 你说这话讲的有没有道理 我看没道理 先生是上天堂了 可是毕竟夫妻之间有几十年见不着了 对不对 我们也相信他将来我们也会去天堂 可是几十年见不着的也会去两天 对不对 朋友你离别一年两年不是还挺伤感的 一下亲人一下几十年见不着 所以像这些 但很困难的时候不用这些大道理去 所以呢 他最后他说 多年以后啊 多少人去安慰我 他都忘了 就记得一个弟兄 和他一起坐了 六个小时一句话都没说 跟他坐了 陪他一起哭 陪他一起叹息 所以像这些事情就发现 好 当弟兄姊妹有难处的时候 我们就真诚把真实的爱传递给他们 让他们感觉到 弟兄姊妹关心他们 在乎他们 这就做到我们该做的 好 所以见到弟兄姊妹有难处 吃神中体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随便说一些话 轻飘飘的就过去了 真实的进入他们的痛苦当中 看看我们能做点什么来帮助他们 所以雅各记者说 必有人说 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 我便借着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这句话是非常困难的一句经文 不同的简单有不同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这句话的讲法是 雅各是用了一个反击 反讽的一个问话 反比的在说 实际上信心和行为是不可分的 有信心它一定会带出相对的行为来 但是这个说 你说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 我没有行为但是我有信心 如果你这句话是对的话 他就可以说 那我就可以借着我的行为 我可以帮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但是有的好的行为 不一定出于真的信心 对不对 这个在戈林前书十三节章讲过了 我可以做这个 甚至为万人设计 焚烧自己 如果没有爱 那还是什么都不是 也就是说 他如果说你说你没有行为 你就有信心的话 那我就可以说 我有行为 我一定有信心 实际这两个观点都不对 所以信心和行为是不可分的 最后这个雅各讲 你信神只有一位 你信得不错 鬼魔也信 却是战尽 我们相信神只有一位 没错 但是这个又怎么样呢 连魔鬼撒但他都会信 可是光信神有一位 可是对撒但魔鬼是战尽的 你看主耶稣要去赶鬼 要赶被鬼附的 那邪灵一看见主耶稣过来 马上就跑到 耶稣跟前跪道 至高神的儿子 你要干什么 难道现在你就要让我们去吗 我们现在时候还没到了 就等等 他也知道他是至高神的儿子 独一真神 但是这个信没有用 这个信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信 你知道 只知道神只有一位 是从在脑子里一个知识 而不能和神见的关系 那这种信心是没有用的 所以这种信心是死的 连魔鬼他都知道 就说明这个信心的内涵 不是光是头脑中的知识 或者一些对真理的认知 而是要有更多的内容在里面 所以他说 虚父的人 你愿意知道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 马上他就开始举例了 他说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把他儿子以煞建在坛上 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 这就给保罗对了 保罗刚才讲 我们说一看定了 人只能因性称义 不在乎真心律法 那么保罗讲的因性称义 对不对呢 那当然是对的 大家知道 他讲因性称义的时候 尤其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 因性称义的这个教义 更加被高举 因为阴性称义 唯独阴性称义 这是马丁路德提出来的 为什么马丁路德 当时把阴性称义看得这么重呢 就是过去 马丁路德一直不明白 一人必阴性得生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一想到神 他就感到恐惧 大家知道 马丁路德还是非常有天分的一个人 他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 有一次遇到了一个大的风暴 几乎就马上生命 非常的危险 就可能被雷击啊 或者把他打死 所以当时在这个极弹当中 他向神呼救 他说 神如果你这次能够保守我平安的 从这大风暴里边 平安的回家 我就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你 当时的这个神就是立了这个志向 最后呢神真是保守了他 在这个非常危险的大风暴当中 最后把他拯救出来 所以马丁路德就二十二岁 就进修道院当了修士 就全是奉献给神 从别人眼里看 他是一个模范修士 这个修道院的一切归章制度 他都遵守 他做了很多的好事 可是他知道内心自己内心的黑暗 内心的一些罪性 罪孽是没有办法借着外在的行为 把它去掉的 所以他一想到神他感到害怕 一想到神就想到神的审判 所以他在读道 医人并阴性得生 一想到神的公义的时候 就想到神的审判 最后神借着他教授罗马书 最后他把这句话读到了 所谓医人并阴性得生 神的公义就是要借着人 相信耶稣基督白白的诚意 哇他这句话读明明 他就得一下就好像自己上了天堂了 是那个感觉 整个释放 人不是因为要靠这好的行为 才能够得神的喜悦 人做不出好行为 人唯一能做的 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 让耶稣基督的宝血 把我们的罪洗尽 让我们能够白白的从一个罪人 变成一个义人 所以这一点对他 是他灵性上一个大的主播 可是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呢 就是越来越偏向要靠行为诚意 所以罗马天主教最后提出一个教义 什么教义呢 就是说一个信徒人死了以后 不能够直接上天堂 他先要到一个炼狱的地方去炼 要把那个罪都要炼干净了受苦 炼净了才能够上天堂 而且他们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洗礼 只能洗尽你在洗礼以前犯的罪 那你洗礼以后犯的罪就洗不掉了 所以呢 很多人信主以后迟迟不愿意受洗 他非要等到快死的时候才受洗 你这有什么好处呢 快死了你一洗了 你人就不会再犯罪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醉少了怎么办呢 所以你当炼狱的时间时间就短了 因为你醉少了 所以炼狱时间短 受苦少了 你马上上天堂 那就炼狱教育出来以后 最后他们就说 你如果收洗以后你还犯了罪 那么你一定要到炼狱 你醉越多 你当炼狱待的时间越长 你受的苦越大 但是呢 他们说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因为天主教封了很多圣徒封圣 所以这些伟大的圣徒们都有很大的功德库 因为他们这个形式为人很好 很大的功德库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向教会捐钱买赦罪券 有卖一种赦罪券嘛 就像我们卖债券似的 买赦罪券 你花钱买了赦罪券 那你就可以从这些圣徒当中知取功德 这个功德就可以抵消你无分赠 你买的赦罪券越多 那么你知取的功德越多 那么抵消你的赦罪越多 将来你在炼狱的时间代理就越少 所以就卖赦罪券 其实目的是什么 当时要炼财 因为当时盖大量的大教堂 你看现在欧洲看了文艺复兴以后 大的教堂都从这盖去 没有钱怎么办 就用这个方法来炼财 那这个想法你可以马丁路德 他从罗马书领受到的义人必阴性得生 唯独阴性诚意 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所以最后马丁路德实在忍不住了 1519年在他的教堂的门口贴出95条 来反对卖书的卷 他认为根本不复圣经的教导 没想到就从这开始 一下就把宗教改革的序幕拉开了 马丁路德的本身从来没想到 他要从天主教分出来 可是最后被逼的呀 你没办法了 一步一步一步就被逼上决裂的道路 所以大家看 所以保罗这个阴性诚意这个道理 是宗教改革 几百年以来非常重视一个道理 那么这也是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旧恩观 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 不了解的人都说 基督教和别的宗教都一样 都教人为善 只要你行善基德就可以上天堂 基督教说不行 你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善上天堂的 为什么 因为你做不到 我们可以做三件五件好事 但是不能一辈子做好事 总是要犯 所以保罗讲什么 律法本来是叫人知罪 没有律法的时候犯了罪还不知道有罪 今天有律法一笔的了 尺度一笔知道犯罪了 律法不仅让人知罪 而是律法叫人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行出律法 所以呢 要靠律法称义的最后带来的是什么 咒诅 不是说行律法不好 而是说人行不出律法的 犯一条就犯中条 所以最后保罗说什么 所以律法是什么 律法是一个训盟的师父 我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 你知道你没办法行出律法 知道一定按照要被律法所审判 那怎么办 只有在律法以外来寻求神的恩典 所以保罗说律法是一个训盟的师父 目的是什么 把人领到耶稣基督面前来 就是承认有罪 所以白白的接手神的求恩 所以保罗就讲了 不是靠行律法 乃是靠人相信而称义 所谓称义就是 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 这是一个法律上的术语 在审判的时候 你不再是罪人了 你是一个义人了 这就是称义了 被称为义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阴性称义道理很重要 那么这地方雅各有讲 亚伯拉罕把以撒先上 岂不是靠行为称义 那究竟这个关系怎么样呢 所以雅各讲 信心不仅是理性的认知 还必须包含了意志的降服和生命的尾声 愿意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掌管 活在神的旨意当中 这是雅各讲的意思 所以因此信心应该包括什么 信靠 信爱和信从的三个部分 它不光是一个理论上的认知 因为如果我们真正的信神 我们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 我们就尊祂而行 既然祂是主 对不对 那我们当然就要按照主的意思去做 所以真正的信心 它一定会带出行为来 你比如说我看的一个报道 有一群参观者去访问美国造钱币的工厂 就造Coin时代的工厂 最后他们到了铸造车间 就正在野链的合金里面有很多模具 这个合金被野链化成水以后 就到了模具里最后出来就是一个一个硬币 那就知道合金的笼都化着红水了 那温度挺高的 这个铸造车间的工人就对参观者说 他说你别看这个合金已经融化了 温度非常高 旁边就放了一桶凉水 他说如果你把你的手放在凉水的下面 摸到下面去 这个时候炉子里边的铁水 从水经过水倒到你的手间上 他不会把你瘫痪 他问大家 你们信吗 大伙都说信 最后他问一个男士 你愿意来试一下吗 他说不不不不 我尼可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他不敢来试 最后他问一个女士 你说既然我相信我当然就敢试了 所以女士把手袖子扁起来 就把手放在那个水桶的水下面 看着那个工人 就把这个融融的合金 哇一下就倒下来 通过水倒他的手心 就果然没瘫痪 最后这个工人对这个男士说 你信没有信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lady是真信 你想想你要真信的 你为什么不敢试啊 所以真正的信他一定会带出行为 起码你不敢试 你起码是半信半疑 对不对 你不完全相信 所以你才不敢试嘛 对不对 如果我今天说 我今天开这辆车 你的驾驶技术也很好 车也没问题 我就不敢坐你车 你说你还真相信他的驾驶技术好 你真相信这车没问题嘛 如果你真相信他驾驶技术好 你相信车没问题 你就敢坐他的车 发现没有 所以一个信心 他一定会相应的行为一定会带出来 如果信心完全带不出行为来 你说这个信心是真信还是假信呢 所以这就很清楚的道理 雅各在就强调这一点 你要真的信心 你一定会有行为出来 然后呢 他就讲了亚伯拉罕 所以实际呢 我们会发现 雅各讲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这样一个立论 实际和整本新旧业圣经的教导 是实际相同的 也就是说 基督教必须要借着信徒的伦理 道德的行为 来表达自己信仰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当然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不完全 甚至我们从个别基督徒来看 可能我们的道德水准还不如一个非基督徒高 有可能的 对吧 因为每个人七点都不一样 但是如果基督徒 基督教的整体 基督徒的整体道德水准 都还不如非基督徒高 那基督教早就垮了 所以他一定要用基督徒 他的行为道德 来表明这个信仰的真实性 可信性 所以这方面经文很多啊 你比如说马太福音 施行约翰 在越南还要实行这个悔改的意见的时候 他就带着大家说 你们要接出果子来 以悔改的心相称 那既然是你是悔改了 那你一定要有新的行为表达出来 这不是很简单吗 如果你受了悔改的洗礼 你最后你洗完以后 跟以前完全一样 那怎么能够表明你是真悔改了呢 所以你真悔改就要有悔改的行为 就这么简单 而且呢主耶稣也讲 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祸 对不对 你要真的说你是一个信主的人 你是耶稣的门徒 那你就一定要有好行为 彰显在人的面前 彼得在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二节他说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 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 因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在见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也是讲到了行为 甚至保罗自己也讲了 保罗你看这么强调音信真意吧 他也讲行为 你看保罗在十六行传 最后他在受审的时候 作证的时候 他对雅基帕王说 雅基帕王啊 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先在大马社后在耶路撒能 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 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 看见了 所以你要真正悔改归向神了 你真正悔改了 你一定你的行事为人要发生变化 看见了 所以这个整个雅各讲的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这绝不是只是雅各的观点 是整个圣经启示的观点 信心和行为是不能分的 要真有行为 真有信心 一定要有相对的行为表达 但是我们就发现 那么保罗在讲因信称义 雅各又在讲因行为称义 那么究竟这两者之间 怎么样把它能够融下起来了 实际我们可以仔细来看 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因信称义的 是在创世纪的十五章 那是刚刚从乌尔出来 十五章六节说 亚伯兰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也就是说 亚伯拉罕 因信称义的时候 是说七十五岁就因信称义了 因为他信神嘛 神就以此为他的义 对不对 那时候因为他信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就不再看他是一个罪人 而是一个义人 所以那个时候七十五岁他就因信称义了 那么亚伯拉罕生以撒是什么时候 一百岁 对不对 过了二十五年才生一孩子 那亚伯拉罕献以撒 这个时候雅各讲他是因行为称义 我们不知道记者多少岁了 但是估计当时按照圣经创世纪二十二章的记载 以撒已经可以走三天的路程 就陪着亚伯拉罕一起走 那估计不会太小了 如果按当时以上是十岁的话 那是亚伯拉罕大概一百一十岁 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在实际在七十五岁的时候 已经因信称义了 那么亚伯在讲他因行为称义是什么时候呢 你过了三十多年以后 那都在称义 那么可见这个因信称义 七十五岁和最后的因行为称义 这个称义的含义一定是不一样的 那否则他不会说七十五岁已经称义了 那么一百一十岁又是说他称义 对不对 一个是信心一个是行为 那这个称义的含义一定有区别 那么这含义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对保罗所强调的是基督的作为和信心的关系 而雅各所强调的是什么呢 是信徒的作为和信心的关系 那什么意思呢 所以保罗所强调的就是说 讲义义称义是在传扬神的联名和救赎 也就是说人只要愿意相信神 愿意悔改就可以白白的领受神的恩典 在神面前成为义人 就是讲基督的行为 因为基督爱我们 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替我们做成了救恩的计划 所以人怎么能够称义 因为基督已经行动了 已经完成了救赎计划 所以人要做的就是因的信 接受神的救恩计划就称义了 所以他是在讲基督的行为 作为和人的关系 信的关系 这是保罗讲的 那么雅各在讲的是什么呢 他是在讲信徒 基督徒的作为和信心的关系 也就是说 如果说一个人他是真正相信了的话 他就应该尽自己的本分 也就是说信心是先于行动存在的 先有信心 最后一定要有行为 来表达你的信心是真的 基督已经做成了救恩 我们就是要凭着信心 接受救恩 那我们就称义了 那雅各讲的呢 是基信徒的作为和信心的关系 你一定要借着你的行为 来表明你是有信心的 在神面前正义的 这是一种角度来看 所以呢 雅各并不是要在因性称义之外 另外再去提倡救恩的道路 他只是要人们明白 唯独信心的含义 唯独信心 这个信心绝不是头脑中的 单纯头脑中的知识 他一定会有相对的行为 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那么结果呢就是魔鬼般的信心 是空洞的一种承诺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有人之所以把保罗的思想和雅各的思想 对立起来 是因为误解了靠好行为和有好行为的区别 也就是说有人理解为 就好像雅各在讲 好像一个人要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去称义 实际不是 雅各在讲的是真正有信心的一定要有好行为 而不是靠好行为 所以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的好行为 能在神面前称义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但是一个被神称义的人 一定要会有好相应的好行为 好的行为不是称义得救的先驱条件 却是称义得救的必然的结果 不是信心再加上好行为 乃是说信心一定会带出好的行为的 明白这意思吧 所以保罗的称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是从神的角度对不信的人来说的 就从神对人说 对你还没信的人说 你不要觉得你可以靠着好行为 可以在我面前称义 你做不到 没有一个人可以行出另一样的好行为 满足神的心意 所以你要到我神面前来 你要成为我的儿女 唯一的办法就是接收我的儿子 在十字架上做神的救恩 他已经替我们死了 他已经替我们还了最应该付的代价 死亡 他替我们死了 他已经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承认 实事求实事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愿意悔改 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救恩 只要有这样一个信心 那我们就可以从一个罪人 在神的眼里变成一个义人 这就承认了 所以呢 保罗讲的是从神的角度 是对没有信的人来讲的 你没有别的路 你要成为了儿女吗 你想承认吗 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凭了信心来到我面前 敞开你的心来接受我 做你的救主 此外没有第二条路 这是保罗抢调的 那雅各讲的呢 陈寅呢他是从人的角度 对已经信的人来说的 你不是说你已经信主了吗 我看看你是不是像个真信主的人 就从人的角度 你要通过你的行为 把你在神面前称义这个信心 彰显给世人看 让别人能够知道 你确实已经在神面前称义的人了 所以保罗的因性称义和雅各的因行为称义 不是彼此冲突的 是互补的 是圣经教导的 关于救恩真理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缺一个都不可你发现了吗 所以这个关系是非常的深刻的 非常深刻的这个秀恩的道理 而在最后你会发现 保罗在以赴所书 把这两个方面 他都把它合在一起了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的信 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你看 因性称义 对不对 强的很清楚 你能够称义 你根本没什么可自夸的 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做 你就是白白音的信心 那信神你就称义了 这就讲的因性称义 那后边你看马上说的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唯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你看马上就讲了对吧 那我们称义 在神面前白白称义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神让我们称义以后要行善 就是神预备在我们心里要做的 也就是说一个在神面前白白称义的人 他白白的称义以后 他一定要有相对的好的行为表达出来 所以你看 所以保罗把这两个意思 一信称义 一行为称义 这两个字就讲得很清楚了 那么为什么一个人信了主以后 他的生命就会改变呢 他就会有好的行为呢 这不是靠人自己挣扎 挣扎出来的 我记得有一次教会举行这个禁礼 一个弟兄上帝做见证 一万一收了禁后都要做个见证吧 一个弟兄上帝就讲 他说我今天受洗了 成为基督身体一部分加入教会 感到非常的高兴 同时我心情又非常的沉重 我一听怎么又沉重开了 下来我就问他 我说你有怎么沉重什么呀 他说我不知道我受洗了 已经加入教会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出一个样子的像个基督徒 万一我做不好给神母黑怎么办呢 他就这个 这个想法我完全理解 就像当初在大陆一入党入团似的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我是一共青团 我做出什么样子也看 我是共产党员 这个心态是很好 但是要知道 你信了主以后 不是说你的好行为要靠你自己去挣扎 因为圣灵已经进到我们心里了 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 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有个新的生命 我们要做的不是自己去挣扎 而是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顺服的圣灵来带领我们 圣灵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那自然的一个行为就出来了 所以说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他为什么会改 生命改变 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活出来的 不是做出来的 不是专给别人看的 他自然的流落 人前是这样 人后也是这样 所以今天你看了很多人 过去非常骄傲的人 信了主变成千倍了 他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他人前人后都这样 因为你碰见神了 知道你人有多小啊 你有什么可夸口的 你就和弟兄姊妹比 既然恩赐都是领受的 既然是领受的 为什么有可夸口的地方呢 而且一个人只能做一份工 神的工厂这么大 你最多就只能做其中一份 都是弟兄姊妹配的 所以你慢慢地 观一百真理以后 有圣灵的光照 自然的就千倍了 他不是外面装的很谦和 做给别人看 他是人前人后都这样 他就会变化 所以由于圣灵的进驻 他会使人的生命更新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个路加福音十九章 当时记录了一个税吏掌 耶稣进夜的歌成的时候 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名叫萨该 做税吏掌 是个财主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 他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见 大家想一想 圣经说他看不见 因为身量矮 身量矮你挤到前面不就看见了 我估计这种税吏掌 大家都特别痛恨的人 平常没办法报复你吧 这次就可以有机会了 你个儿矮吧 你看不见 挤到前面不让你前去 大家胳膊一挡住 你上不去 让我去又看不见 人缘好 到前面站着 那就上去了 人缘不好 大家都特别狠 但他很聪明 他聪明怎么办 他结果呢 他就跑到前头 爬上一棵桑树 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 毕竟要从哪里经过 真很聪明 我个儿想 我爬到树上不就高了吗 从上面往下看 结果耶稣到了哪儿了 抬头一看 对他说 萨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萨该真是喜出望外 他说能够看一眼耶稣就很不错了 像这样大家都特别看不上的人 耶稣会住到他家里 他真是高兴 结果六结束了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他真是没有想到 众人看见 都私下一论说 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了 萨该站着对主说 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 我若扼杂了谁 我还他四倍 主耶稣没有搞 没有让他去这么做啊 站着都不敢做的 站着对主说 我的一半分给穷人 为什么 过去越站得多 越探得多越好 哪有穷人的眼泪 可是今天圣灵进到他的心里以后 一下光照他 周围还有这么多贫穷的人 还有这么多需要 我已经有这么多了 我应该做点事 并来帮助他们 开了他的眼 所以愿意把一半分给穷人 而圣灵再让他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这辈子 看见过去 扼杂了那么多人 这样用不正常的手段 炼起钱财 他知道不对了 用实际行动改正怎么办 我扼杂了谁 赔他四倍 这不简单 你扼杂谁赔一倍也不错了 对不对 赔四倍 什么样他呀 耶稣没有要求他 为什么他自个儿就突然 一进到他家里 救人到了以后 他就变成了圣灵进去 所以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他的行为 他的价值观 世界观 人生观 一定就要慢慢开始变化 甚至有时候我们失败的见证 都能够见证这个信仰的真实 有一个弟兄 在信祝以前呢 有一点小偷小摸的行为 也不是大偷了 都是顺手牵羊 看见人家橡皮擦子特好 或者鱼之圆子比好 顺手插刀里 那信祝以后至少神的教导 不可以贪念别人的财物 他就改了 再不偷再不摸了 可是有一天呢 牧师睡到半夜被人敲醒 敲门敲醒了 牧师都是24小时的 全天候的 那赶紧起来 一开门一看 是这弟兄进来了 哭得个内人似的 他说赶紧起来 出什么事了 让他安静 他说牧师啊 你说我像一个从事得救的人吗 牧师说你出什么事了 你就好好说 他说你看我信到主以后 再不摸再不透了 可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人家东西实在吃太好了 又禁不住饮用 又给人装在我兜里 你看我这孩子们 我都信到主了 我还做这件事 你说我像一个基督徒 是一个真基督徒吗 牧师一听才放心了 原来以后出了多大的事 牧师就问他 你信住以前 你是偷到东西哭啊 偷不到东西哭啊 他说当然 信住以前是偷到东西高兴 偷不到东西不高兴 牧师一问 那么今天 你为什么偷到了东西 反正要痛哭流涕呢 这就是说明 圣力已经尽在你的心里了 叫你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弟兄 你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好好靠到神的大人 能够让自己属灵的生命 好好地长大 你看有没有 所以有时候 我们一些失败的见证 都能够看见 由于神的救赎 由于圣灵的进驻 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 人生观 已经在发生变化 所以这是为什么 一个真正重生得救 因性称义 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他一定要改变 他一定会有相应的行为要出来 当然 我们谈到人称义 实际有两个含义的 一个就是地位上的称义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 从他开始悔改认罪 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 就是决志 我们常常讲的决志 那一刻 他的地位立即的发生了变化 也就是马上就从一个罪人 变成了一个一人 一次性就完成了 但是呢 所谓的生活上的称义是什么 虽然我们还是已成了义人了 可是我们在生活上 在道德上 还没有完全成为圣洁 过圣洁的生活 所以从道德上来说呢 我们这个称义或者成为圣洁 称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这两个方便常常是不和谐的 我们的地位虽然已经变了 但是呢 我们的形式为人 我们的道德的水准 还没有达到真正这个圣徒 这个义人的标准 这个是需要一辈子去努力的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 戈林多前说 闹灯大的问题 分门结党 这个纷争 结果保罗在给戈林多前说写信的时候 叫他们是戈林多的圣徒们 还是叫他是圣徒 为什么 因为他的地位 一定被神分别出来了 归向神 圣主儿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归向神 这就是圣洁的意思 他这些人一定被归过来 成为神的儿女 虽然有很多瑕疵 有很多的缺点和错误 所以我记得我当时刚刚信主的时候 当时还好多的问题都还搞不清楚了 结果呢 后来我们就请了一个讲员 这个到我们这个教会来讲道 结果呢 他就当时就念了一段经文 我们就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君尊的祭司 圣洁的国度和神的子民 见了这个 是 他当时就把我叫起来 他说封命中 你说你是圣徒吗 我想一想 怎么回答 我说应该是吧 但是好像条件还不够 他说你胡的 我说我是很胡的 弄不清楚 就是没有把这个地位的成圣 成义和生活的成圣 成义把它分开 就是说从地位上来说 我们一旦从信主开始 我们就是圣主了 我们就是义人了 因为神已经这样看我们了 但是呢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道德水準 还没达到这个高度 是这两者不和谐 如何使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道德 真正成为一个义人 成为一个圣人 和我们这个圣人和义人的地位相称 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一辈子需要努力的 你比如说一个孤儿 从小没有父母 就开始流浪 学了很多不好的习惯 不爱干净 说脏话 最后有一天被一家非常富有的 有教养的一对夫妻收养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的地位发生变化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是这个富家 这个夫妻的儿子了 对不对 可是呢 还是不爱干净 还是一开口就是脏话 别人还看不出 这个人像这家的 这个富家的一个孩子 看不出来 当然地位已经变了 所以慢慢他这个家庭的寻陶下 他的行为慢慢的变好 开始爱清洁 开始不说脏话 开始对人有礼貌 别人说 这个孩子真不错 好像是哪一家的孩子吧 所以就是你一通过你行为的改变 你慢慢就像了 和这个地位相称了 所以雅各也在讲这个问题 虽然亚伯拉罕在七十五岁 已经因性称义了 那他怎么能够让人看出 他是在神面前称义的人呢 就是通过献衣上 我最后讲信息是朝链手还会讲 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不简单 亚伯拉罕判了多少年了 判了二十五年才得一孩子 最后神手把他献上 那献上怎么做万国之父 所以如果要用理性来想 怎么都想不通 但是亚伯拉罕因为他信得过神 他知道神说的都有道理 虽然我不明白怎么办 所以你说了 我知道办 所以亚伯拉罕就通过 把以撒献上这个行为 他要向世人表明 他是在神面前因性称义的人 他是信得过神的人 所以他就把他这个因性称义这个义 借着他献以撒的行为 彰显给众人看 所以亚伯就讲他是靠行为称义 他是想把他这种称义 这种地位 用他向以撒的行为表现给世人看 所以亚伯的阴性称义和保罗的阴性称义 是一点矛盾都没有 最后他还谈了妓女拉罕 妓女拉罕大家知道 当时约束亚派了两个探子 他去探业的过程 最后被当地人发现 最后妓女拉罕把他藏起来 并从别的地方放出去 为什么妓女拉罕把他 因为妓女拉罕 他说他知道耶和华是天地的主 所以他最后想通过这个行动 让最后如果 耶稣亚带领军队 来攻打叶利哥城的时候 能够保守他全家的性命 最后妓女说 那可以 就算你窗户上面起两个红绳 最后我们在攻打的时候 看见窗户有红绳 那就保留下来 所以那和他 为什么敢于接纳这两个坛子 就这两个坛子 因为他相信耶和华是天地的主 不光是以色列的神 所以他才会有这个行为 这个行为 正是他相信神的一个表现 借着这个行为 就把他对神的信任就表达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吗 所以信心和行为就是这两个 非常 你说是他这个派尔达克斯也好 这个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 都不可偏迫的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 一个人的好行为 不是得救的先制条件 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靠好行为得救 因为你做不出来 每个人都是对的 却是得救的必然结果 真正阴性正义的一定要有好的行为 要表达出来 不是信心加上好行为 乃是信心带出好的行为 所以有人说信仰盼望是基督徒的特质 行为见证是基督徒的标准 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有相对的行为 来表达这个信仰的真实性 否则的话 信主以前信主以后一点改变都没有 根本看不出这个信仰是真的 根本看不出这个神是真的 真看不出圣灵真进到了我们的心里 所以保罗讲的 雅各讲的都是对的 而且通过保罗讲的音信称义 和雅各讲的音信称义 一下就把我们对信心的认识就深化了 不是说我反正知道祂是神 所以我就诚意了 是不错 你知道祂是神 你知道祂是神 那你就要遵祂而行 就这么简单 但是我们常常是什么 口称耶稣是主 可是常常我们自己在做主 你看彼得也是主啊 主啊 当主耶稣说我要向耶路撒冷三天以后要受害 彼得把耶稣拉在旁边 圣经翻了稍微缓回的就劝祂 实际当时的希腊文的原则是责备耶稣 主啊 这是万不可以的 你怎么可以向耶路撒冷三天去死啊 他称祂是主 他又告诉主 你绝对不可以主 那究竟谁是主啊 我们才做主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生活也是这样 主啊 主啊 求你来帮助 我的计划都做好了 今天这样 明天这样 计划全都在你来成就吧 我们计划全做好了 就是让神来成就一下 那究竟谁是主 我们是主 谁是仆人 是大能的仆人 像神盾里面那个大仆人是他 用他大能的手 帮我们计划成就一下 像这些你会发现 那这样的行为 一定不能够帮我们真正信神的信心表达出来 除非我们相信神 相信主 而让我们真正的尊祂为大 尊祂为圣 试试去寻求祂的主意 帮我们放在祂的国度当中 放在祂的计划中 让神来使用我们 否则的话 不突破这个自我中心 我们永远很难 让别人能够辨别出 我们是已经在神面前成语的人 当然我们是一切成语进到神的国度是很好的 很关键的一步 但是信了主以后生命的成长 生命的改变 到各处 每到一处 都能把耶稣基督的倾向能够带到各处 让别人能够羡慕我们的生命 那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好好地做的 绝不能够躺在得救上天堂这个大的恩典上睡大觉 保罗讲是断乎不可以的 因为神救我们绝不是单单为了我们上天堂 是要通过我们的行为 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基督 认识主 能够让更多人上天堂 所以像这些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一个信心和行为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关系 那么我们好好地在读圣经 而不是像有人这样 一读不懂就开始批评 保罗和雅各是对立起来的 实际完全没有对立 跟很多时候就没把圣经都懂 所以求主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 好好地靠着圣灵的光照 我们真正能够明白神的话 究竟在讲什么 那么既要真正对圣经的理解 才能够帮助我们在行为上有一个指来 知道我们做一个已经因性信主的人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才能把我们的信 彰显给世人看成为神的见证